小河与小孩 我是一条小河 有一天 一个伤心的孩子 来到我身边 告诉我 她的成绩退步了 我便唱 勇往直前的歌给她听 还请她看 溺水中的鱿鱼 她笑了 向我道一声谢谢 就回家去 这首诗看似安慰 鼓励别人 其实是安慰自己 鼓励自己 自己的成绩退步了 走到河边 看看勇往直前的流水 看看溺水中的鱿鱼 于是心里有所领会 所以她笑了 向自己幻想中的小河道谢 就排遣了心中的郁闷 获得了安慰 获得了安慰 也充满了信心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